韓星柳俊烈和韓潇熙日前双双认爱 不过却遭到外界的猛烈炮火 因为柳俊烈的前女友惠丽 她在IG现实动态下写了真有趣 怀疑暗批说韓潇熙就是小三 昨天还没事整理了他们两个人恋爱的时间线 指出说柳俊烈其实没有劈腿 而惠丽昨天也在IG上发文致歉 韓星柳俊烈 韓潇熙近日公开恋情 为了男方前任惠丽在Instagram一有所指的写下 真有趣 引爆舆论 18日还没整理时间线 指出柳俊烈其实并未劈腿 质疑惠丽轻率发言害到他人 他在下午打破沉默发言 坦承先前发言时未考虑后果 因为我瞬间的情绪造成伤害 相当抱歉 惠丽坦言 虽然在去年发表了分手声明 但跟柳俊烈说好后续会再沟通 然后之后双方迟迟没有联系 就在此时看到南方新恋情的消息 当下因产生情绪而冲动发文 却没有想到自己是个艺人 发言时未考虑可能造成的影响 对此相当抱歉 未来也会更加谨慎 首先 对于过去几天因为我个人情绪 而造成的猜测和争议 我真心地感到抱歉 我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一言一行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人 我真心地感到抱歉 去年11月发表了结束8年恋爱的报道 这个过程并不是短时间内做出的决定 而且在分手报道发表之后 我们还说过要再进一步讨论 但在那次谈话后 我们就不曾联络或见面 当我在4个月后看到新的报道时 产生的情绪好像不是作为演员理会力 而是单纯以理会力的身份感受到的 因为我瞬间的情绪而造成伤害 我再次道歉 在过去这几天里 我之所以没有解释我的行为 是因为我们的对话属于私人范围 我担心可能会让大家更困扰 如果这让大家感到混乱不解 我也感到抱歉 未来我会对自己的言行更加慎重 谢谢 韩少熙在任爱柳俊烈之后 心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只写下了长文后删除 更曾一度将拥有千万人追踪的Instagram 转为私人的账号 而18号独自从夏威夷回到南韩 所属的经纪公司也正式宣布将采取法律手段 据韩媒报道 演艺圈相关人士透露 韩少熙18号晚上结束旅程后 回到了南韩 另一位相关人士则表示 韩少熙回国的心近十分的沉重 听说目前当事者内心十分的疲倦 而韩少熙任爱柳俊烈后 遭到网友质疑 是在对发和惠例 仍在交往期间就有交集 才会无缝接轨遭往 尽管发文严厉否认 社群平台贴文下人有许多骂声 所属娱乐经纪公司正式公告 身为演员的韩少熙 对大众的关心表示感谢 也一直以努力回报支持与喜爱 但在身为演员之前 她也是个平凡人 现在的她饱受无根据的推测文章和恶评之苦 本公司将对所有的造谣者和诽谤者 采取法律手段 柳俊烈和韩少熙的恋情公开之后 因为前女友贵力的一句话真有趣 而引发了劈腿的疑云 而韩少熙昨天从夏威夷回到了南韩 现身了仁川机场 虽然全程不发抑郁 但是脸上带着笑容 还被寒梅发现了 她左手的无名指带了疑似的情侣对戒 而引发各界的揣测 这个举动是否是在宣誓主权 韩少熙18号现身仁川机场 一手紧牵着同行的友人 脸上带着灿烂笑容快不离开 上手扶踢后才回头向众人鞠躬道谢 而在一分12秒的过程中 她用左手拨弄刘海9次 因而被募集到左手无名指上戴着戒指 多加韩梅纷纷猜测是否两个人的情侣对戒 而甚至认为她透过拨头发的动作 让戒指多次曝光的行为 可能是在宣誓主权 而根据韩梅的报道 韩少熙的朋友表示 跟韩少熙本人确认后 韩少熙无名指上的戒指是 友情的戒指 只是跟朋友们一起定制的诞生时戒指而已 接着把镜头拉回到我们台湾来 一年度的白沙屯妈祖竞箱活动 昨天凌晨起假出发 展开了围棋九天八夜的竞箱活动 哇这次呢是吸引了18万的信众来追随 而去年呢有一名的勇角阿伯 受到大家的关注 因为呢他的脚其实已经变形了 但是去年呢他贴上了绷带坚持 做完全程是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感动 那今年呢 勇角阿伯他又回来了 所以这次呢他努力静香的背影呢 又再度了感动万人 苗栗拱天宫白沙屯妈祖 18日凌晨起假 展开为其九天八夜的竞箱活动 吸引近18万名信众追随 去年最受到关注的香灯角 就是双腿已经变形 但人贴上笨带坚持走完全程的勇角阿伯 今年他如期出现 脚上穿着拖鞋 白袜子 清晰可见左脚缠着纱布笨带 身上还背着去年背着黑色大包包 手上提着一个塑胶带 独自一人走在漆黑的道路上 消息曝光后 网友纷纷留言为他加油打气 大赞永脚搏不放弃的精神 市场是许多家庭主妇的买菜种地 有些没有固定的摊位摊贩 也会选择直接在路边来摆摊 严重影响周围的交通 而最后民众拍下了两名女警 前往市场来驱赶违规的摊商 及围艇 两人甜美的外形 没想到意外让门网友们纷纷歪楼 说要贵求脸书和IG 根据脸书社团黑色豪门企业上传的影片 一辆警车到达后 先是广播驱赶摩托车是谁的啦 随便就停在路上 罢单都比买菜还贵了 还不赶快把他移走 但却始终未见骑士现身 而两名女子也下车查看情况 其中绑着马尾的女警 防弹背心上还贴着特级厨师的徽招 而立民女警则是留着俏丽的短髮 标情看起来同样相当的严肃 不过即使两个人看起来气势相当的霸气 但都又着白皙的皮肤 甜美的外形也让不少网友纷纷歪楼 谁的摩托车不重要了啦 小姐姐的IG连结咧 那两位女警下车的瞬间 我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招牌非常有趣 这个是在新北市永和区的一家土托鱼羹的老店 那我们来看他的招牌写什么 他写的创立1975年 小姐你看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红烧腿 没有耶 只是把他起来而已 不是不是不是 他这个呢 其实我们应该抄写说 创立于1975年 但是少了一个鱼字 所以变得好像说他已经创立1975年了 这太难了吧 对 可是呢 其实网友就笑说说 如果已经创立1975年的话 表示说这间店是东汉时期就创立了 网友真的很厉害 可以推敲时间 对 没错 那这一个招牌呢 其实就让超过两万人都一起来 这个朝盛点阅 那其实大家也纷纷的开玩笑留言说 哇 东汉末年分三锅 还说怎么曹操刘备 是不是都吃过这家店了呢 对 只能说网友真的非常的有创意 真的很厉害 是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国货会三雄之一的阳明海运 一艘货轮16号在土耳其准备停靠港的时候 尽管有饮水员只会入港 船身人发生不明原因意外 撞上码头边的大型货柜吊机 而整个过程都被附近的船只人员拍了下来 我和大到 我去死了 我去死了 你怎麼會有什麼事 我去死了 從網路上曝光的影片中可以看見 货柜船市民轮撞上艾维亚蒲港码头后 船头先是把一架起重机推倒位移 几秒后起重机更硬生生向左坍塌 而船身也推倒一架起重机向右倾倒 起重机倾倒后又撞上另一架起重机 两架起重机又一起向右撞上了另一架起重机 而三架起重机宛如骨牌式的坍塌 报道中指出货柜船当时有饮水人指挥入港 然而由于未知的原因 船只以一个诡异的陡峭角度驶向了码头 最终连续撞倒了四架用于装卸货柜的大型起重机 而当地的港务局就报告称 船上的几个货柜也被撞落到了港口 警方和警消以及对事件做出了反应 目前正在调查中